台股交易量持續低迷 贊券月首當其衝 現在竟然傳出有券箱 逼迫員工簽下減薪同一書 人潮是的確有少嘛 南京東路四平商圈周邊 以前號稱贊券第一階 現在人潮少上三分之一 攤販生意也是大不如前 賣得賣掉就對了 現在可能錢比較少那樣 大家賣得少就對了 還有網友在PTT爆料 家人在前三大證券箱上班 想不到公司最近竟然要求職務調整 還變相減薪 主管家籍和集合津貼都被取消 每月薪水少了四五千塊錢 慘的是不簽就沒有工作 那另外呢 還有一些證券公司呢 他們是營業員 他們會在每個月的底薪裡面 扣掉五千塊的 那這個五千塊呢 是包括像租台費 就是租這個營業櫃台的費用 當房租一樣 以前交易員有接不完的電話 現在榮景不在 台股半年以來 日均量除了7月 有772億元 其他都在六字頭 尤其10月只有603.2億 更是八年新低 大戶出走了 散戶也退場了 所以我們的這個 每天的成交量 量能是極速的萎收 非常時期 老闆也只能放出減薪大絕招 不過網友就表示 不應該簽下同意書 如果被資遣的話 還有錢可以領 而且今年同意的話 明年公司又顧忌重施 你受得了嗎 還有人要交易員團結一起發聲 讓公司害怕 其實我很多同事 大概月薪都在百萬以上 現在來講的話 我們講句實在話 大概百分之七八十的營業員 都拿不到業績獎金 台股被困在冰河期 政府要出手 相救前線工作人員 還等不到救世方案 恐怕會先被凍死 東森 產業新聞 陳平 劉子騰 台北報導